文物的排卖价屡创新高 比如圆明园兽手 与此同时 也有人将其与阴谋论挂钩 称这是海外卖家 利用中国公民的爱国热情 趁其抬高排卖价格 与此同时就有了一个所谓的阴谋说 就是说这些东西的本身作为文物或者古董 它的艺术价值 它的这个历史价值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是因为那些外国的藏家 看到中国人这么急切的要正这个面子呢 就把它给炒高了 对于这种阴谋论您认同吗 我觉得 其实最直接的例子 就是所谓圆明园兽手的这些事 我觉得 其实不是阴谋说 就是外国人呢 就是不管他是什么人 他如果想卖东西 他都是商人 商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是他的基本目标 对吧 逐利 逐利是他的目标 那么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自身 就是中国人过去 有一句自个儿说自个儿的话 叫做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 就是跟外国人干仗 老打饼人家 但是自个儿和自个儿 那就是各种鬼招都会使 他为什么产生这么高的高价 不是我们跟西方人博弈的结果 都是我们自我博弈的结果 我们很多在西方创出高价的艺术品 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在那厮杀 厮杀完毕的一个结果 结果大部分利益都被外国人得去了 这个事我们其实前面有这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日本二战以后啊 就是他战败国 他没钱 他怎么办呢 他也大量的卖艺术品 把大量的艺术品就卖到欧洲去 赚了很多钱 后来到他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 这个经济腾飞以后 他有钱了 他想把那东西买回来 他就不花高价 但是他又能买回来 他怎么弄呢 他有个非常好的商社制度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人 只派一个人出去买 绝对不在外的搏杀 如果有人出去搏杀 这个行业就把你除名 你那个日本是各个行业 你不在这个行业里除名了 你就没法干嘛 所以他们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以后呢 在国内再卖一遍 谁除价高 价高者所得 这个钱让国内人自己赚